请我们大家好,欢迎观看四郎讲棋 今天为大家分享一盘象棋的速胜对局 出自天林象棋2017全国象棋男子甲级联赛 红方是特级大师洪志,绰号乱战天王 黑方是象棋大师张斌 这盘棋仅仅18个回合,其中一方就崩盘了 我们看看究竟怎么回事 开局红天王兵器进一,先指路 张大师护挺一足 红方正马,黑方正马 红方直接跃马盘河 黑方继续屏风马,红方屏炮过攻 那现在是过攻炮对屏风马了 黑方这时候屏炮准备亮剧 红方把炮一躲,调整阵形 黑方出狙,红方正马 黑方往前冲足 红方直接拱掉啊 黑方进狙捉马 走到这个局面的时候呢 红方这里大致有三种走法 本局实战呢,红方选择一个回马 往中路跳啊 没什么问题 第二种呢,红方可以直接往上跳 踩黑方的鞭炮 那黑方平居一抓 红方直接踩掉 黑方一飞 红方高居宝炮 黑方把这个兵一吃 下一招呢,红方可以居平二出狙了 这个棋呢,相对还是比较平稳的啊 这里第三种走法呢,就比较激烈了 红方呢,直接往前冲兵 黑方吃马,红方拱马,黑方再吃个炮 红方炮击底下 弃子攻杀啊 那么接下来,黑方不管是上将还是捕士吧 红方这里都是出狙 这个马还是不要 这里黑方如果吃马 红方直接沉狙下底啊,炮点单杀就行了 如果黑方先把兵打了 那红方呢,可以进去抓双炮 那这个布局呢,就比较激烈了啊 不是你死就是我亡了 我们看看实战啊 当时黑方进去抓马 红方呢,就往回跳 黑方再过来捉刷 红方这个兵肯定是死定了啊 那红方先高居宝炮 黑方把兵一吃 红方退炮,准备平炮打一串 黑方这时候马回忽心保住底下 红方平炮一打 黑方平鞠站立 红方再起横鞠 黑方平炮的视角 准备进炮打鞠打马 虽然说红方这个马有根 那也是强行打掉 把红方的炮呢,蹬到右边来 那么当时呢 红方呢,没给机会 先平鞠,看出这个点 下一招起不出一万 红方可能要走马五进七 强行打底下了 黑方先飞个边向啊 红方居酒平八 黑方呢,居酒进一,起横鞠 红方进鞠一卡 准备强行下底炮 这招起可是抽鞠,可不能大意啊 那黑方先平鞠过来 双鞠一线 现在是霸王鞠 你要是强行下底炮 那就是白送 那红方不敢下底 他先打一下鞠 黑方呢,就涨了一波 这时候红方马五进七 准备强行下底炮了 那么红方这招下底炮呢 看似是比较厉害的 那么黑方下一招起呢 也是至关重要 那好了,骑友们 现在大家可以暂停一下 如果你是黑方 你应该走什么起呢 给大家几秒钟时间考虑啊 好,我们直接开讲 这里黑方正招呢 他就进鞠抓马就行了 这边就不管了 因为这个下底炮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那么现在就想问一下 红方这个马你管不管 那么四郎呢 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 红方这个马他没法管 因为这个马你保住底势 你不能逃啊 鞠砍底势就坏了 老将一上 再一进炮 这招起走 下一招黑方就可以进鞠一将了 这个鞠马上就死亡了 所以说逃马肯定是不行的啊 那红方平级宝马也没用啊 别住马土的也是杀底势啊 所以说呢 红方也只有对攻 他只能说 沉底炮一将 黑方踩了 红方打马一将 黑方就不是 这里红方你要是下底劝的话 黑方用象把炮吃了 他也只有说分鞭炮 然后抽个剧院什么的 那黑方就可以大胆的给马吃掉 红方下底一将 这里黑方可别垫错了啊 就垫项 哎 垫项你说你吃不吃项啊 你吃项以后 你就没有抽鞠的权利了 那黑方一垫尸 你说你抽啥呀 所以说他不敢吃项 他只有老老实实抽鞠 这时候呢 黑方再退炮 那这里你红方肯定要吃鞠啊 黑方把炮打掉 好了 我们看一下局面啊 红方双鞠马 黑方鞠双炮一马 绝对有可战之力啊 好 我们再回到前面啊 好了 汽友们 我们再回到这个画面 刚才四郎给大家推荐的招法呢 是进鞠抓马 那么这里有没有汽友想走这招棋的 把这个担子炮给阻断了 哎 如果走这招棋的话 就可以掀桌子了啊 但是 当时呢 黑方就走的这招棋 那么红方就毫不手软 直接进鞠 一招 毕命 走到这里 张敏大师呢 就头子认输了 我估计着当时可能是时间紧迫 没有时间多想 才走了这么一招棋 那么现在来说 红方准备下敌方闷弓 那黑方也只有先把马跳出来 那红方下敌一将 黑方不是 红方再一平泡 那这个局面呢 就彻底挡不住了 下一招近局连杀啊 好了 这个世界再次清静了 旧闷觉得精彩的 你倒是帮四郎点个赞啊 观众四郎下期视频 更加精彩